天气越来越热 包含登革热等并没闻是蠢蠢欲动 本着爱护孩子的心 太平国小一群家长 这一天下午就依照传统的往例集结在一起 沿着校园周边的水沟进行疏通跟清理的工作 虽然他们得牺牲上班赚钱的时间 还得忍受水沟的臭味 不过这群父母依然是亲得很卖力 希望提供给全校师生一个干净卫生的学习空间 玩起衣袖 拿着勺子 太平国小家长会成员们 开始清洗水沟 大家努力的清 用力的挖 就是希望在雨季来临之前 能够清除所有的病霉纹 我们就是跟学校的老师 一起来做个这个清烧水沟的活动 因为清明节过后的时候 天气渐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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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渐� 用爱护孩子的心 共同打造健康的学习环境 而其中不少人 虽然小朋友都已经从这里毕业 但还是会抽空回来热情餐具 今天其实大家都是抽空来的 因为大家都市农工商 也要上班这样子 所以说从以前到现在 就十几年来 大概都是一往如常这样子 去做这个事情这样子 一桶桶黑色的污泥 全是大家卖力挥寒的成果 清洗过后的沟底 还得冲水跟消毒 清水沟已经成为了 学校家长会的固定传统 而看着水沟一改原本脏臭的样貌 大家都说除了有成就感 还有更多快乐 久来秋风台中裁缝岛